最问我菌肥怎么用 什么季节用 你要了解咱们园艺行业里面 你用菌肥你出于个啥目的呀 菌肥呢 它在大自然界里面 我给你这么个打个比方 你想象我们初中老师讲的这么讲的 在大草原上有狮子 有鹿 有草 还有微生物 它之间是什么联系呢 你看 狮子是不是吃鹿 鹿是吃草 草呢是什么呢 草吃中物的肺变 那微生物吃什么呢 微生物什么都吃 它也吃动物的粪面 它也吃动物的尸体 它才是王者 就像咱们以前的时候 我看那个有些专家说这个菌类 就是说这个菌群类 其实这个大自然界里面的王者是谁 并不是人类 是菌群在统治这个社会 好多的专家都在说什么呢 你比方说你喜欢吃辣的 也是你体内的菌群在影响你 你比方说两口子在一起长得时间长了以后呢 人他两口子长得很有夫妻相 这也是菌群的一个影响 包括你谈恋爱 你对他有感觉 也是你们菌群之间的一个相互呼应 这个你 咱们不成那个了 但是你要了解啊 这个菌啊 它在大自然界中伴随着一个 一个角色呢 就是分解 降解 一切东西 有机制都可以转化为复制制 就像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是吧 牛吃草积奶 你把这个牛和菌群一联系呢 就是菌群是什么呢 菌群吃一切的有机制 转化为复制制 复制制呢 就可以被植物直接的吃掉 就像挤出来的牛奶 可以被人类 可以被动物吃掉 了解了吗 这是菌群 那么咱们在园艺行业里面 你要用菌肥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我土壤里面 我用点菌肥 我预防一下病害 这个是可以的了 因为菌呢 它有一个菌群性种 就是说先入为主 它是群居的 就跟人啊 肠道里面 包括咱们皮肤上面 它有一些菌群是一个道理 你这样的话 你不容易感染一些皮肤病啊 包括你肠道里面会 你喝了一些个不干净的水质 里面有细菌的 你胃酸撒掉一部分 你这个小肠里面的那些医生菌 还会把它们给吞噬一部分 它们菌群之间会相互吞噬 它有一个菌群性 就是家族性的 你先入为主 一种菌群在你盆土里面 哎 达成了一个菌落以后呢 在这个有害菌 你像那种 净腐病黑腐病 类似的一个真菌感染 或者白肥命这些个呢 哎 它就不怎么容易去入侵了 还有一些个呢 可以用菌 菌 可以用一些个微生物菌剂呢 还有的是用 用来预防一些病害的 啊 你这个你考虑你是干什么 你说我要用菌肥 我给它施肥 这是放了个马化屁 你要给施肥 你说哎 我这个盆土里面有机质很多 你要了解 有机质多 你比方说咱们 不完全发酵俯仇的这些个 呃 骨粉啊 呃 粪干啊 还有一些个动物的尸体 类似的这些东西 你像他们说 用那个牛奶浇花的那个 你这种东西 你放到盆土里面 这种东西是会被这个 空气里面的这些菌群 或者说这个土里面菌群去降级 但是在降级 在转化的这个途中呢 菌群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 它在活动 它会消耗掉盆土里面的氧气 你没有氧气的时候 这个根系它就不爱生长了 知道了吧 你说我那个 我盆里面的这个 有机质没完全发酵俯伏 我放点这个菌群 让它发酵一下 你在盆里面都会对你去有危害的 你可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咱们需要的这种 你像粪肥啊 那七八糟 你掺到一起 用一些菌肥啊 用一些那种菌种 你去发酵一下 发酵完之后的东西 你用来给植物直接吃掉 了解了吗 就跟是草给你直接吃 你不吃 那把草给牛吃 牛吃挤出来的奶 你可以喝 这是一个转化 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了解 是吧 咱们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你是出于什么目的 你是出于让它发酵盆土里面 那些个不完全发酵的呢 这个是不可取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去用来预防病重害 这个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用来 用菌肥给它施肥 你如果说你盆土里面 一点有机制都没有 那是不可取的 达不成这个条件 你要想想 你用菌肥是出于一个什么目的 说的乱不乱 回复一下吧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怎么样 反正我说的乱七八糟 我自己听得很乱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懂 没听懂的 咱们下期继续聊 听懂了 记得回复我一下 好了 一篇关于菌肥啊 对于咱们这个家庭园义的 一个影响 我希望你能够了解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我是老华一 讲话最转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